大家好,我是燕秋老師 今天要來談談如何運用新媒體結合店家行銷應用 我們今天的重點是為店內裝潢布置的參考 使用的方式很簡單 只要拍幾張店內的照片 拍完後就可以利用以圖生圖的方式去把圖片生成出來 所以生出來的效果會是跟你拍攝有相關聯 那這個部分要特別的注意 今天上課中會使用到的軟體有 首先你們先將您的室內的圖像先簡單的拍攝一下 拍攝時盡量是一個比較開闊的角度 像是這種比較開闊的角度拍攝 或者是像這樣 都是可以的 好,那準備好這些照片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要登入myedit的網站 所以您在上方輸入myedit 進來後請您用您的google帳號借接登入就可以了 那除了使用網站也可以使用平板或者手機登入進行操作 再來在左邊的位置裡有音訊以及圖片的大類別 我們要點選的是圖片 進到圖片中 左側欄都是AI工具 可以拿來作為編修照片之用 當你往下滑動的時候 會有一個類別它叫做室內設計 室內設計特效呢 只要我們上傳照片給它 然後等待幾秒 它就會幫我們套好內建的風格範本 所以我們只要點選室內設計後 中間的地方呢 你可以上傳你的照片 那照片的格式 這裡呢有限制為JPG、PNG等等的格式 如果各位同學是使用JPG拍攝的話 那上傳是可以支援的 一般手機拍攝都是可以支援的 再來檔案容量的上限 每一張呢大概是50MB 如果可以的話呢 盡量不要拍到人物 或者是動物的相片 會是比較好的 接下來我們選擇檔案 把你拍好的照片丟上來 按下開啟 照片上來之後呢 在右側欄有非常多的範本套件 可以直接來套用 套用的方式呢 你只要點選你喜歡的風格後 按下生成 就會直接改變這張照片的室內配置 而配置的位置差不多 只是家具跟整個風格 它會幫我們換掉 如果你不滿意的話呢 還可以更換成不同的風格 可以多試試找到適合的配置 除了可以使用內建的風格之外呢 我們也可以透過右上角的自定 自己設定自己的室內風格的題詞 可以在這個地方直接輸入中文 或任何的語系 當老師輸入好這幾個文字之後呢 按下生成 就可以以自己想要的風格來改圖片 當我們生成完畢之後呢 這張圖像如果你喜歡 就可以到右上角的地方 把它下載下來 假設裡面有一些生出來的家具 或者是配置不是很喜歡 你想要把它換掉的話 我們先把這個畫面先關掉 照片下載後呢 再利用左側的工具 AI局部重繪 透過局部重繪 可以針對不想要的地方呢 另外的把它畫成新的圖像 生成成新的設備進來 所以我們可以點選 AI局部重繪後 把剛才的照片再上傳 上傳的必須是你剛才已經是 重繪處理過的圖像 進來之後呢就按下關閉 我們怎麼樣去改變已經生成出來的結果呢 如果呢例如說像桌上這個 這一盤的食物 我不是很喜歡它 我就可以在這裡先進行塗抹 右上角有筆刷 筆刷的大小 我們可以改變 再來呢在上面這樣子塗 塗完之後只要放開 這邊會出現下一步 再來你可以把它改成其他不同的內容 例如說我們把它改成花朵 按下生成 就可以把桌上的內容換掉 生成完後呢會有四張候選的圖片 有些會是四張有些會是三張 每一張都可以套看看 是不是你喜歡的內容 只要你喜歡這張圖片後 按下右上角的使用 就可以把這個圖像直接取代過去 完成後呢就可以把這張照片另外再下載下來 另外呢在生成中也會有不想要的物件 這時候呢也可以使用 MyEdit中的左側工具 移除物件的概念 去把畫面中不要的東西移掉 所以呢左側的物件移除功能按下去後 然後在這裡呢你只要用塗抹的方式 塗掉你不要的地方 例如說右下角這個位置我不要它 你可以把它塗掉 塗完之後呢它會直接的把這一個位置移掉 那你記得還要按下移除的按鈕 當你按下移除後 它就會開始進行運算 把右下角不要的地方清除掉 那它如果沒有清的很乾淨 其實你可以再重複塗抹 只要在上面呢這樣點 反白之後再繼續移除 它就會再重新去整理這一個物件的位置 同樣的完成之後呢我們也可以下載它 那像右下角這一個位置 如果你覺得要再放一個桌子進來的話 就可以用剛才的局部重繪功能 按下關閉後在這裡塗抹畫 我希望在這個位置呢可以再增加一組的桌椅 你只要塗起來之後一樣按下一步 輸入桌子及椅子 按下生成 這邊呢就會馬上再多一組新的 那同樣你可以先看看 你喜歡哪一種的配置 確定好後呢就按下使用 圖像就完成囉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一樣的再按下下載 通過AI工具呢可以讓室內設計及裝潢 有初步的想法 根據視覺化的方式來模擬裝潢後的成品 有助於我們後續啊 實際施工的時候的參考跟依據 以上的課程希望對你們有幫助囉 謝謝各位